應該做一個事前的溝通啦好不好 可以做報告 我們在開挖的時候 我們都是前一年的話 我們要施做哪些 那由公務局管挖中心來負責協調 他同意以後我們才能施做 我們才能取得路證 沒有亂挖 那每一條道路是不是 應該要有排水系統 因為現在我們的排水系統 道路排水系統做得非常不好 我希望跟公務局的配合 在未來道路的路平專案 刨除加封也好 能夠這個配合一下 顯示我們的下水道的排水系統 因為以前不淹水的地方 爐竹是最不會淹水的 那以前不淹水的地區 最近只要幾場大雨 那天才下 禮拜六才下了才不到一個小時 很多地區都淹水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有待加強 在這個做做其他 這個路平刨除加封也好 不要只做單項 周邊該檢視的 能做的一起把它一次完成 不要常常在那裡 這個哇哇補補的好不好 這個部分水務局也要配合一下 很多管道很多地下地下排水管道 真的是已經都堵塞了 這個部分要請你們協助一下 謝謝水務局長 所以公務局長以後在這種 像有些特殊狀況的時候 也可以給你適當的一個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 另外喔 桃園捷運局 捷運公司有沒有來 現在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不是在做那個試車在測試嗎 測試有沒有時間點 有工作的測試的時間 十三點 這個正確嗎 是 現在喔 那個爐竹區坑子地區的民眾 禮拜六禮拜天電話一直反應 兩三點就 凌晨兩三點在試車 兩三點的時候是在維修 那這樣他們怎麼睡覺 尤其是又是假日耶 然後早上一大早又開始 然後聲音又大 如果有這個狀況 我們加以改進 碰到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而且你們早上那麼早 老實說啦 只有學生 六點多要 六點多上班族 都大概大概六點多 都要起床出門 那你們如果太早試車的話 影響到附近居民 尤其禮拜六禮拜天 那兩天 我不知道你們是為了這個要那天要檢驗 要做報告 所以 再加班還是怎麼樣 但是要考慮到民眾的生活 是 報告一座 目前從八月十五號 開始在做穩定性測試的一個數據收集 所以每天六點到晚上二十三點在跑車 那剩下的就是從 二十三點到隔天的六點 大概只有七個小時在做維修 時間是很趕 所以才會發生說是在半夜 因為一旦發生發現問題就趕快去把它修好 那這樣未來我們在穩定性上會很快速的提高 那這個部分再稍微 那至於造成照應部分 我們會檢討 好這個部分再請你跟這個試車單位 好的 再請你們協助一下 好謝謝 好謝謝 好主席 好主席 各位長官 大家早安 呃 黃副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是 決算 總決算的一個審核 那 我想要請教各局勢 在這個總決算裡面 黃副市長 你覺得你最滿意的局勢 局處 首長 你可以唸得出來嗎 局啊 最滿意的局執行最高 那個 執行率最好 主要是有幾個啦 像財政消防警察等等幾個 我比較注意到比較差的啦 因為比較前面的 好那反過來 比較差的 這個執行率比較差的 決算 邊預算邊 邊下去 結果執行的 這個能力 有問題的 哪幾個局勢 過去是公務局 大概 預算邊 量很大 但是 執行狀況比較糟糕 不過那是因為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還有徵收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都有關係 制度的問題 那現在我想那個 新來了房屋局長 他的經驗還有做事的熱診 極度應該會大幅改善 會大幅改善 除了公務局之外呢 你還有沒有發現其他的局處 另外 都發局 他有很多圍張建築的部分 還有這些 一些新建工程部分也要加強 還有呢 另外 還有呢 也許這個 像農業局 不曉得 黃副市長 我知道 你公務也繁忙 不過 對於我們下面的各局處的執行力 你真的要多加的督促 是 我舉例啊 我們今年事務局啊 今年事務局 去年才變一億 被砍了一億啊 一億兩千多萬 我們那時候還很擔心 對於整個局務的推動 對於整個局務的推動 對於我們今年事務局的執行力 為什麼整體 現在講整體 達成率 還是 這麼少的預算啊 你還是沒有辦法做 達成率 沒有辦法百分之 不要說百啦 九成啊 請說明一下 謝謝益座的指導 那我們去年的這個 總體的預算執行率是71.16%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事費 就結余有 到兩千四百多萬 所以 為什麼 我們人力在補足上面 是比較緩慢 那今年 我問你說 我私底下問你說 你的人事有沒有問題 你說沒問題 那現在顯現是 實際上 人事是有很大的一個 那個 人力的空間 人力的空間 我問你你說沒問題 結果你在這報告裡面 所以你對本席是說謊嗎 不敢 報告益座不敢對你說謊 那為什麼你這個人事 明明就欠了人 科長離職 下面的離職一堆 你在這個時間內 都沒有辦法補足 那你的局務怎麼推動 我現在請教你 是 謝謝益座的指導 我們持續在補足 我沒有在指導 我們是請教你 你來指導我 是 那我們在 沒有人你怎麼去執行 你的青年事務局局務 是 我們青年是未來的動揚 市長很注重 我們青年這一塊 了解 所以我們9月 這個禮拜一 我們的這個副局長也報到了 所以我們這個 主計處 主計處 你對於一家今天事務局局 是 你對於一家今天事務局局 主計處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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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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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务局 体育局 水务局 公务局 是执行率最差的 当然我想青年事务局跟体育局 是去年四月才成立的 我们稍微情有可原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 针对于执行率的部分 希望要落实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说 诶 那个审计处的部分 针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审计的整个的 预算书的部分 说明的部分 各局处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意见 我想大家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局处所长举手 那我想你们也认为说 省机处做的这个说明跟报告 符合嘛 符合嘛 所以说我希望说 当然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沿用 不好的就要改进了 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度量 我们今天来这边质询 不是说来骂你 骂你们也没用 钱已经花完了嘛 那我觉得这个是纳税人的钱 要对得起我们所有的市民 那当然我想 执行率的好坏 当然人才非常重要 当然我想我们也希望 如果说真的有些不适应 或者是真的是没办法能够 针对于预算来执行的官员首长 我觉得应该来做检讨 那我另外再来从报告当中 我们也蛮用心的在做一些讨论 我来第一个跟你们讲一下 那我有四个来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宽屏管道新增不然达成率 全国最后一名 有四个第一 四个第一 雨水下水道规划总长度 及十四率六都最后一名 还有失业率 失业率第一名 好多第一 那我想针对这样子 所谓的那么多的第一的部分 包括建筑物公共安全的检查的部分 也是六都倒数第一 那我们不能每次讲说 我们是六都里面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都市 然后说我们当然成长会比较慢 但是实际上有些表现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加强 你是不是可以针对这部分来做个说明 我想每一个县市 它的施政过程 限于它的环境 有的会比较土著 有的比较落后 那刚好议员讲这几项 我们是比较落后 我们要面对它 承认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过去也许比较舒服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 也谢谢议员给我们这个指导 那我想这部分就各局处 它有分工的范围 那就在我范围里面 我会负责 赶快整合起来 赶快做 不过这里面还是要各个意志来帮 好的 我想我们 我们曾文山政治长团队 已经上路快两年了 不能够再说什么刚起步 还在那边原地踏步 我们希望共同的能够向前走 我刚刚特别提到 不管是国民党的 不管是民进党的 五党级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提出了一些质问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我们爱之深 责之切 希望真的预算给你们 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用 才对得起我们老百姓 我同意 我同意 副市长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个第一 六都失业率第一 然后宽平管道布染率 这个全国达成率 全国最后一名 全国喔 还不是六都喔 是全国最后一名 公共安全检查也是六都 第一名 倒数第一名 倒数第一名 雨水下水道的 规划的总长度 跟实施率 也是六都的最后一名 那刚刚讲的喔 其实这四个都是什么 都不是那种 一天就可以达成的 他必须要非常长的建制规划 以及执行才能够达成 那这个也是一般我们说 你要去评定一个先进国家 他能不能属于这个先进国家之灵啊 那就用这个基础建设 来作为这个评断的标准 那我们看到宽平管道的不管率喔 宽平管道的新增布揽达成率喔 是全国最后一名 这代表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在上个会期 我们好几位议员一直在要求 我说奇怪 这个六都每六都里头只有桃园 这个有线电视收视户 他缴的每个月的月租费居高不下 别的这个县市已经杀到这个建谷喔 对不对 大家这个我们说自由竞争的情况之下 受惠最多的其实就是老百姓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桃园一直没有 就是因为你宽平管道的新增布揽率 达成率啊全国最后一名 这代表什么 数位化的进度非常的缓慢 对不对 你因为数位化的进度缓慢 所以呢我们这种基上和 让你这个能够自己 自由选择频道的这个机会 然后或者我只我不要那么多 我我选几个频道我就付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桃园市民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嘛 对不对 然后也因为你数位化的不管 布揽的这个达成率 全国最后一名 所以你没办法引进新的人 进来这个市场里头竞争嘛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都还是以前的类比式 要拉线 现在做数位化的话 如果你数位光纤全部建置完毕的话 其他的人就愿意进来了嘛 对不对 这也是上次 我们在议会提出咨询的时候 我们说你市政府 那你要不就奖励嘛 你奖励他来做这个 这个光纤数位化的这个不管 我们市政府来做奖励嘛 你奖励他以后 你的布揽率达成之后 你就会越多的这个业者 愿意投入到这个市场 然后进行良性化的竞争 对不对 然后价格就会下降嘛 你这样才能够让我们 全部的桃园市的老百姓受贿啊 结果不是 对不对 全国最后一名很丢脸耶 桃园还六都耶 然后桃园还说这个 我们的预算状况是最好的 对不对 然后很多都全国什么福利政策都全国第一 结果基础建设都全国最后一名 我想这个我们要面对啦 未来的几年 我们必须要 然后另外呢 另外呢 刚刚讲雨水下水道 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规划 规划总长度跟实施率 也是六都最后一名 这又造成什么 造成淹水很严重嘛 对不对 因为你的区域的这个 这个雨水设施 你的这个计划做的 没有办法连贯嘛 没有办法连贯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某个区域 淹水淹的特别厉害 而且呢 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 老生常谈 永远是那几个区 然后我们再发现 你看 在我们的审计报告里头 也写得很清楚 你 我们 桃园 中立 平镇 阳梅 卢族 大园 巴德 和观音 新屋 这几个区 都因为 都因为 你已经建置了雨水下水道 但是 还任由 这个 这个 有线电视的这个 缆线 放在雨水下水道里头 然后导致淹水喔 这是因为这个缆线导致淹水的区域 你看 我们平镇 延平路三段到鹿桥南路 到浦兴这一段 淹水都达20公分 这还只是列了淹水达20公分以上喔 20公分以下 有淹水的地区还没被列入喔 那这个 远远不止 这些路段 对不对 我看到一个 我真的替我们卢族议员 在伤脑筋 还淹水达100公分以上耶 多惊人啊 那 这些 这些都是民众 息息相关 在生活上息息相关的事情 不论是有线电视收视的问题 不论是雨水 下水道 对不对 会不会淹水造成交通 造成生命财产安全 这样的一个顾虑的问题 这些 都是应该喔 马上要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看到这几个数字喔 我真的觉得喔 很惭愧 我想这部分 是不是 请各位宇宙 来共同努力 就是预算跟未来 所以你看喔 我们要副市长 我们现在这样讲喔 我如果今天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用这几个数据 失业率第一 然后呢 公共安全检查 六都倒数第一 雨水下水道 规划总长度 倒数第一 然后 这个宽屏管线的布蓝率 全都多 最后一名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我们人坐在家里 没工作做 然后呢 这个又要花很高的钱 比其他的县市 花更高的钱 看有线电视 然后下雨 水还淹到家里头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出去外面 我待在家里还被水淹 我出去外面 还要担心 公共安全检查 六都 最后一名 然后 我还得担心 我去的这个场所 究竟安全与否 会不会受到威胁 对不对 我想说少数我们做不好 但是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做得很好 我想不好不妨 马上面对 改善 好不好 让我们桃园生活更好 副市长 我刚一再强调 这些都是跟民众 洗衣洗衣相关 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非常谢谢 沈济处 这个非常认真 把这个很多的问题 都找出来 我希望 市政府 要谦卑 谦卑再谦卑 好好的去拜读一下 然后呢 在你106年的预算里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一起 黄婉如 黄议言 發言 去發言 知道怎么做 对啊 他就不愿意啊 首先 首先 我们感谢我们省记士 这么的认真 把我们这么一年来 政府在于这个预算的执行上面 总决算的执行上面 把预算的执行上面 做了这么一个 详尽的这个 详尽的这个报告 然后也大笔一挥 该写的就写 然后该指证的就是指证 那其中有一点 我想我们在议会 大家都针对着我们这个 航空城的 对于这航空城的 的营运 那大家也一致的 相当的有意见 甚至有提到说 希望他们能够 希望航空城能够裁册 那个 嗯 航空城有来吗 你看喔 做到这种城 有来吗 没有 有 有在哪里 工程公司吗 对啊 那个 欸 有没有来 我想喔 真的像这样的 像真的 他们已经 像这样的公司 已经弱到这样子 几乎 我看这上面的报告 就差几个字 英语猜测 对不对 就差这么几个字 结果你看 我们董事长 还在 还不进议事堂 对不对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个 我们沈济师啊 我希望以后喔 你们对于这个事由啊 你们要很明确啊 对不对 我对你们今天 我对你们这整本喔 真的 嗯 虽然我没有从头看到尾啊 我是跳着看 抽着看 我觉得你们写的相当的 这个刻苦铭心啊 上面写的很 很严重 但是我希望 你们要把最后的结论 要写下去 可以吗 嗯 一做报告喔 那我们对于这些 航空整合 持续来阻导啊 这个长期的亏损啊 然后喔 又 呃 又没有这个收入啊 然后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 对不对 那这种公司 对不对 你后面应该写英语裁册嘛 然后 又 然后又没有 没有主管机关能够督导考核 是不是 这是什么 天上的浮云啊 是不是 彩云啊 是不是 那从头到尾 你要不要站过来一点 对不对 他就不接受我们的 不接受我们的监督嘛 而且就是这样子 他的业务没有主管机关可以督导考核嘛 是不是 蛤 有啦 还是市政府整个整理考核 蛤 市政府还是要对他要去考核 不知道 那你隔壁那 那那 那审计师就是后面那几个字写得很清楚啊 我希望审计师 你下次要明确 你下次对于这个最后面要 是不是应该要猜测 希望你能够写清楚 可以吗 跟益座报告这个 嗯 因为我们不能够下行政指导 不是因为你已经写了 罚站可乘了嘛 里面不但 第一个 你公司的话都是要收入嘛 对不对 里面已经写了 经营管理情形欠加嘛 对不对 已经写到 已经等于是那医生没有药可以去救了 就是 跟益座报告 然后又没有机关能够去 又没有机关去能够督导 没有考核 对不对 所以董事长也 也看你这上面写了这几个字 议会开会他也不进来 昨天我也没有看到 对不对 昨天是刚好我们那个捷运 还有一线希望 对不对 还可以救得起来 那即将要 即将要 要通通车 但是通车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对不对 那我们刚好又是 又是监董事长 所以他仍在这里 是不是 跟益座报告 我们对于航空整公司 我们会持续在这里督导 那如果他们有相关的缺失 我们也会在我们下年度的总决算審的报告里面去揭露 明确啦 要很明确啦 对不对 是 你们诊记是不是一直看着他这样子 看着一个烂苹果 一直烂烂烂烂烂烂 对不对 烂苹果就丢到垃圾桶嘛 就没有就好了嘛 对不对 是跟益座报告好 对航空整公司 如果他未来还没有持续的改善的话 我们会依我们审计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相关规定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移送监察院 那现在就早该送监察院啦 我们已经 你上面写说他没有主管机关可以督导考课 跟益座报告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是送到监察院 请监察委员去处理 处理处理什么哪一方向 因为他是属于效能不张未进职责的部分 我们已经移送给监察院了 可是你要没有具体事实啊 有有有 全部的就是 全部的意见 就已经都移送到监察院去 是不是可以给本会议员 大家一人一个 一人一份 我们会后我提供给 好 那不要每次这个航空城都觉得他很委屈 我们议员在航空城 罚站可乘 对不对 那你们既然有给他送到监察院 你们最后的建议是什么 希望能够解散是吗 这个可能要由监委来调查完毕以后 才能做结论 因为我们已经把相关缺失 已经移轨监察院了 是 好 那我想这个我们张董事长 你也应该要硬起来了 你也应该要硬起来了 我不希望说 这个我们航空城在你手里 就这样倒下去 是吗 可以不可以 你看 你看 为了您的答询 我们副市长赶快站起来 是不是 比较特殊 这是比较特殊的单位 是不是 我也不希望你 我也不要你解释了 反正你也解释不出 所以然 我只希望说 真的看监察院的报告是怎么样 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决定 然后再来啊 我实在看不出来 真的 我们为什么 我们社会局的执行率 为什么会那么差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是人员不够呢 或者是真的预算太过于膨胀 在一个 我们的那个公益彩建议分配的部分 假如中央 我们本来编的预算 后来中央有补助的部分 我们就申请中央的补助 所以我们的部分 还有些部分是因为场地 还没有妥事的一个洽妥 所以这部分会影响执行率 这个我听不懂 为什么 你要办活动 你第一个就是 你要 这也未必所有都是办活动 第一个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时间 地点 人员 这是三个要素 对不对 那怎么会是 什么叫做场地 我听不懂 比如说那个 儿少福利中心 少年福利中心的部分 因为场地 我们现在会在一个规划 重新再规划一个地点 比如说炉族的长照中心 原来想弄个私自专区 后来我们重新评量的结果 也不符那种成本效益 因为它的一个收容的一个愿民数 也差不多是饱和了 再硬来规划 花钱 规划个私自专区 并不符合那样的一个效益 后来也是因为这些情质的检查 我想也是在消磨时间 我是希望真的 你能够确实的 对于你们预算的执行 你们能够确实的去做 然后人不够 也希望你们能够补齐 可以吗 要落实 是的 是的 人员的那个所谓的禁用部分 我们也持续在推动 谢谢 好 那另外主席 到底还有多少的 那个一级主管 在外面不进衣食堂的 是不是要请他们都进来 是不是 什么叫做尊重议会 今天虽然是联席审查 对不对 可以坐在外面 外面比较舒服吗 张董事长外面比较舒服吗 是不是 外面比较舒服 所以你特别可以坐在外面 是不是 你是董事长 是不是 所以你优于其他的局长 是不是 那其他还有哪些 一级主管在外面的 或者是不来的 或者是不来的 啊 没有哦 没有那只有我们 航空城的张董事长 是比较特例的 就坐在外面 外面比较舒服 看电视 是不是 你不介意 是不是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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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啊 他不介意 他在外面坐沙发 他在外面坐沙发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他坐在 我是没有注意到 这个要求他 我是没有注意到 对不起 下次任何的议员 就请你进来 不要坐在外面 好不好 是啊 这叫什么叫做尊重 是 这议会在开会 是不是 虽然是联席审查 但是 一级主管 没有 以及 以及这个事业单位 都应该要在议事堂里面 是不是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特权 是不是即将被裁测了 所以不需要接受我们的监督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没话讲 我不晓得 为什么没有进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没话讲 报告一座 按照惯例 就是因为议会 里面没有排航空城或陶结的公司的 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在外面待命 谁说没有排 那 你看我们 教育局长也坐在那里啊 还有那个谁 农业局长也坐那里啊 是不是 青年事务局长也坐啊 社会局长也坐啊 还有的我看不到啊 看不清楚啊 对不对 就是你特别 可以坐在 可以到 坐在外面沙发 有 有看转播吗 我想 这个应该是一个误解 如果说这样对议会有 你连看转播都不屑啊 怎么可能没有位置 你又不是今天才到议事堂 我也不是今天才到议事堂 是不是 怎么会没有排位置 那个议事组啊 下次特别写一个 航空城董事长的一个位置 可以吗 可以吗 哈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把位置排出来 对 特别把 把这三个单位的那个位置 排出来 而且喔 希望看看喔 外面有没有比较舒服的沙发 他 搬进来给他们做 他是董事长耶 是不是 没有把 业务做好 然后还在外面 还在外面量快 还不接受议会的监督 就是像这句话写的很好啦 呃 在整个县府里面 没有单位可以监督 可以督到 副事长啊 我不希望这种烧钱的单位 喔 继续存在 喔 我也希望我们 的 审计室 能够把 这个最后 送 不是 现在把 送监察院的 这个 送监察院的理由 能够让本会知道 然后再把结论 您是什么时候送的 跟一座爸爸好 大概在去年年底 就已经送了 那怎么到现在已经快 已经大半年了 还没有结婚呢 因为一直 一直都没办法处理完成 所以说我们 又再 好 谢谢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了 那个第二轮的 还有没有其他议员 各位议员 同仁有没有意见 蔡永帆议员 请说 请发言 好 谢谢我们大会主席 那个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那个 審计处处长 因为昨天有请教你 你说 就我们去年度的 这些所谓的 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形 你们审决算 对 那 有不法的 没有讨论空间 是 就直接揪出来 是 那其他的意见 就是会单位给的 所谓的良性的建议 是 对不对 那你也讲嘛 有些东西 你们只能给建议 你们不能下行政的指导旗 是 对不对 那个也不能下政治的指导旗 对不对 是 那我认为 我是这样 我旁边再次一位 你做的来做我旁边 人做的来请教 反而更有power 你认为怎么样 报告一座 我们有我们的职权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议员 都是看着贵单位 寫的这一本 台湾市总决算的审核报告 在 用你们的专业 在请我们各局处 在做出一些指教 那 其实 你们写得很不错 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那 我们讲了 这是一个建议 那因为贵单位不能下行政指导旗 是 所以说那你请坐 你请坐 因为请你过来 你也不好意思 那 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有被点名 第一名的请局所 的单位 也就是最后一名的 好那请站起来 我看清楚一点 有被点名 最后一名的局处 刚刚大字报里面有的 不只 不只 123 应该再一个吧 好 请坐 水务局通通通请坐 那个去年 12月25号 我们那个中国时报有登 就是开南大学 有做一个所谓的六都 这个幸福感 幸福指数的这一个平比 结果呢 我们桃园 我们桃园市 是六都里面 仅次于台北市 第二名 表示说 我们的幸福指数 高于其他的都 结果我们六都里面呢 我们是 最晚升格的 我们是最晚升格的 那当然啦 很多的 一些所谓的 像污水的这个 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跟雨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都远远低于其他的几都 但是民众的感觉 却是认为说 我们桃园有在进步 我们的幸福感非常好 那根据我们 省记处的一些指证 其实很多单位可能 在编预算的方面 跟执行方面 有一些落差 跟一些所谓的 一些 看法上不一样 那我希望各单位 也能够 听取我们省记室的 这一些所谓的建议 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请问一下我们局长 是 对于我们所谓的 雨水下水道 也的普及也是 六都之末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做报告 那雨水下水道 它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 那平均就是说 一公里的话 大概要花一亿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两百多公里 所以要两百多亿 那平均我们的这个年度预算 大概 本预算大概是一亿多 所以按照这样的算起来 可能要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六年六百六十亿的 这个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的话 我们也积极的跟营建署来 争取每年大概有争取到 三到五亿的这个预算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借由这个整个 重化的一个区的开发 那能够建置这个雨水道 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雨水的 下水道的接管率 所以这个雨水下水道 不能像污水下水道 用BOT有钱可以赚 那个厂商就可以这样来标 因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 排水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这个算是民生的一个基本的需求 民生基本需求嘛 那我们有在做 其实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成长率 我们虽然这个雨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是算最后一名 但是我们进步的程度 却是第一名 因为我们最晚升格 以前建制的趴数就是不高 但是我们去年 我们光我们去年 我们就增加了百分之1.98 是六度里面第一名 这方面我们第一名 我们的成长空间大 我们比较大 我们比较大 机会比较多 现在有钱可以拼 所以我们很多第一名 所以看事情 不一定说从哪个角度看 光从这一点 你是第一名 你不是最后一名 你的那个去年度 我们六度里面 雨水下水道 建制 你是第一名 成长率是第一名 这样有没有错 这样说到吗 你做所言几事 这样说你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错就是这样 知道吗 虽然我们是晚升格 所以说很多很多硬体设施 还没有跟上来 但是这方面 我们去年 执行是第一名 好不好 那再请问你 我们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第一名 我们是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是普及率最后一名 那建制率 那个建制的那个去年 跟去年的那个速度 算不算第一名 我们是因为有这个桃园的POT 那在今年的话 应该可以达到一万戶 那在明年底的话 可以有三万戶 那我们目前截至目前 我们大概是有三点六外戶 就是占我们的接管率 大概是六点九八趴 所以在明年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跳升 应该可以超过十趴以上 这样我请教你 我们的这接管率的速度 成长率 是不是第一名 是不是 这个要到年底才知道 要看几度来比较 那你说话都会稀奇 好 我们也是第一名 对不对 我们做事情 民众有感觉也是第一名 我们的幸福感 虽然仅次于台北市 我们也算第一名 因为台北市 全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 对不对 我们才刚升格 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名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数据报告 我们一定要参考 我们一定要拿来当 所谓的施政的这个所谓的 检讨的一个方面 但是很多的指数 看你怎么样去看他 怎么样去看他 所以说我们水务局 这去年跟今年的执行的状况 应该也算不错 但是有一些要跟你建议 就是有一些私做的部分 专业在我们水务局 但是跟民众的沟通 有时候沟通 不要讲的太专业 讲的太专业 大家反而怕 到最后 你们的一些专业性 跟所谓的地方的民意代表 想法完全不一样 那大家怎么帮你推 我们以后用庶民的语言 来跟民众来做沟通 我跟你讲 你的专业第一名 但是你的沟通 也是第一名 你的沟通 是从后面算过来的第一名 我这样讲 有没有错 我们再来改善 再来改善 所以说很多地方 那个本席室 要跟你建议 有时候地方 有什么重大工程要做 先来跟地方的民意代表 沟通一下 因为有些人反对 但是他反对了 感觉上好像反对你的工程 其实他另有所指 他要的东西可能是另外的部分 他考虑的点是另外的点 他考虑的点是另外的点 所以很多东西 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 你有沟通 这个幸福 我们花了钱 这个时间点 百姓就觉得说 哇你这政府做的事情做得对了 沟通非常重要 好不好 是 那你请坐 刚刚公务局局长 是 你也是第一名 是 那个宽平管道的布揽 宽平管道布揽 我们是 那个 我们的布揽率比较低的 那这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现在我们建置了宽平管道的收费 以后就是把光纤 把不管是我们的Cable线 固王线 移进来的话 是内政部营建署是规定到1.63到2.72 每一公尺每个月 现在挂在雨水下水道是1元 每一块钱1公尺1个月 所以我们很担心 移过来以后 会反映到 消费者 所以这在府里面有在讨论 那当然我们会针对淹水的部分 有淹水的地区 会优先把它移进来 因为这些成本就影响到其他的社会成本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去审慎的考虑 该做也要赶快做 有淹淹水公共安全的会优先 那照你这样讲 那我们的那个所有的普及率的成长 也会变第一名 会 成长也会第一名 挂进去的 好啦 那祝福各位 我们都是第一名 请坐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蔡永帆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那个 徐一苏徐议员发言 时间五分钟 谢谢主席 请副市长 这个我想财政啊 应该是一个市政府最重要的一环 那陶淹市在长期以来 其实各项的税负的收入啊 税基都相对稳定 对 在升格以来 郑市长来领导我们的一个市政 在我的观察 我比较会担心的其实是在于 税入跟税出的一个平衡 那在数字上来显示呢 我们这个财务上啊 每年喔 可能还是会有短差的问题啊 我也不乐见这样的情形啊 继续下去 因为财政二化 他到最后终究会压垮 这个城市非常多的一些建设 还有他的一些正常的喔 一些这个预算跟这个 呃 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形啊 那我们其实 以个案来说喔 每个局处 当你编列了多少的预算 你去执行多少预算 其实都是依法 但是在民众的眼里 很多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所做的 不见得对民众 是有直接的一个利益 那尤其我 发现一件事情 可能要请我们的市政府 要非常注意喔 要从这个 呃 大陆 大陆的领导人啊 习近平 最近啊 他对台 已经展开一个所谓的 穷台的政策 各位不要去 太忽略这两个字 穷台两个字 将会导致 台湾从现在开始 慢慢慢慢的 无形中 已经让他 会开始对台 实施所谓的经济封锁 我并不是啊 这个讲的有夸大 现在只要对大陆 过去有做生意往来的 所有的行业 包括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 漁业养殖 这个陆克 其实陆克是一个表象啦 陆克真正台湾人赚的 能够得到的收入有限 因为他们做一条龙之后 其实台湾我倒觉得 反而这陆克来了之后 造成我们经常去的一些风景区啊 都是陆克人满为患 也不是好事 那真正对台湾能够创造多少的经济收入 我认为也是很有限 而是特定的那些人 但是 所有的农特产 包括我们的鱼业养殖 你可以去问一下 现在的农胆去年 一斤是250 今年是125 对斩 腰斩 包括所有的水果 农产品 哀鸿遍野 好 当他们开始实施这个 一样的政策之后 他一定会让你 我们台湾的政府一定 会有所感就对了 我认为他不会随便讲一句话 让你听听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股票啊 大家看到9000点 大家很多人都非常高兴 但是啊 我觉得那 应该啊 维持不久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太多的钱 可以去做挥霍 因为慢慢 台湾的经济一定 这不是谁执政的问题 而是到这个时代 这个年代 我们就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因此 我希望我们的预算的编列 一定也要能够啊 真正的 合乎啊我们的一个需要 由民众那里去思考 然后我们再来编这个预算 以我们市政的需要 来编这个预算 而不是按照过去的数字 今年累月这样不断的往上 那以这一年我的观察 其实郑市长在某一些方面 尤其跟民生无关的部分 比如说补助款 比如说办活动 似乎啊 似乎啊 已经超越了 桃园多数的市民 希望的一个额度了 所以一定要 之所警惕啊 尤其是哪一方面 最近 罚款收入 应该会越来越增加 所有的这一些 违反 规定 我问的 这个 老 老总 好 这个就算了 不断的哦 现在 各方的 一个人 其他 第一话 要到了 某一些 企业工厂 要把它捞到 那里 所以说 在台湾现在 我们的 一路 都在 是 一路 一路 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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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去 他 辩itors 有 温量 因為我們要拿來 我們要拿去 但是你不算是可以不要消息 所以很困難 所以 所以 那個 你要延長什麼 延長三分鐘好吧 所以 因為這個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必須要跟你講清楚 如果你預算編列之後開始執行了 各局處去執行 有他們不同的認定標準 那錢都已經編列了 他就是要跟他執行完畢 那你稅入已經 都已經編這樣 就要這麼多稅收 要這麼多的收入 你也不可能讓他短掃 但是我發現 現在我們的政府 對於民眾那種罰款 那個稅收 已經超越了 超收了 那也就是說要怎麼樣做到 開源節流 也就是今天你願意 在下一個年度 我在某一些活動上 某一些對社團的補助上 某一些不是跟民生無關的花費上 我願意尊潔開支的話 我自然在稅入 我可以何時的來編列 用在真正跟民生有關 跟產業有關 跟我們的這些長照 跟幼兒的福利有關的地方 是不是 但是到現在為止我發現 很多的硬體重大建設 真的真正對我們 桃園市的競爭力有幫助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很明顯的 一個踩出那一步 那是辦了很多的活動 開了很多的記者會 補助很多的社團 讓我懷疑 是不是市長還活在那個 每一天選舉的那一種氛圍 我想應該不是 就是激起這樣文化運動 讓老百姓覺得比較幸福 不過長期建設還是要做 那麼沒有必要的罰款 其實是可以減少 那總而言之 副市長我要講的是 未來台灣 必須會面對到一個整個 經濟的困境 那桃園呢 一向在這個財政上 都在所有的六都來講 都算不錯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方面 能夠有一個真正 真正讓自己 以後不會讓我們的市民覺得過苦日子的 像苗栗這些 這樣都不對的 好不好 所以請你們 包括我們的審計處 也希望多給我們這個市政 一個很正確很客觀的提醒 讓我們不至於走向顯露 對 好謝謝 謝謝 好非常謝謝我們那個 許議員 那個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劉茂群議員 請發言 好謝謝主席 副市長 我想跟我們許議書議員講的很貼切 我們最近在地方跑 因為你跟我跑的行程 我們大概地方的都會跑 那其中喔 我不希望 我希望我們明年要檢討 就是福利措施 你要補助哪些社團 做哪些事 那其中有兩個是我們第一個 我們民政局自己辦的 那個 不是社會局 對不起 社會局辦的那個 局長你那天沒有去 什麼祖孫聯誼啊 我覺得要辦這樣的活動 今天是不是由社會局主導 如果要主導你要辦八德的活動 你不要第一個天氣這麼熱 第二個你要來的對數這麼少 花那些錢不在刀口啊 你如果要宣 你就 你就十三鄉鎮辦一個 辦得很貼心很溫馨 那另外水務局辦我們 下鄉活動水務局 局長你也沒去嗎 好 那你的科長呢 師長啊跟選民 我辦兩場一個 來了三個人 第二個來了很多人 結果你的科長去幹掉我們選民啊 所以他很辛苦啊 不用來啊 預算也不用給啊 像這樣負面的我覺得都不用辦 你錢要花在刀口嗎 副市長你願意明年我們做這方面的全方位的修正嗎 我想就表明 你的福利措施你花在刀口 像這個我其中講一點 第二點你的罰款收入真的是鋪天蓋地啊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預算少 我們用懲罰性的 就像我們許醫書講的超加滅足啊 你現在全部下 你全部到地方上勞動檢察局去給工廠開單 能不能副市長 很多的選民告訴我們 你能不能用我們今天所有的罰款收入的 所有這樣的罰的 你做一個預警篇 告訴所有的工廠該怎麼樣這個 能不能做這樣 而我們不是用罰的做手段 你這樣子其實幫鄭文燦會是倒票啊 我同意啦 可是你們宣導都沒有嘛 企業有時候是不知道犯法 有些還有我到 我連帶去環保局也是一樣啊 現在都一樣他只是上網 賣個東西賺一百塊 你們罰人家六萬塊 能不能我們今天所有在座的一級主管 針對你所有的今年的罰款收入 有一些是市民該知道而不知道的 做這樣的加強宣導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是這樣 我希望明年能看到 那我更希望我們辦的活動 不要這樣 為了你要充業績也好 其實你充業績辦的是相對的 你是你這樣的政績 真的是不是正面的 反而是負面的 第一個大太陽 第二個你動員的人力有限嘛 那你勞勢動眾的大家過去 根本都是負面的嘛 我希望這些錢能不能夠再檢討 我更希望審計是 拉開如果正面的我們鼓勵 你提高我們縣府團隊的 那能不能在這方面有一些 今年我們有一些檢討的作用 你不用說你今天你看 你的失業率啦 我們到底勞動局對失業率 不要說是六都第一啦 這真的是自己打自己一巴掌 我們也不要說我們的寬平是最後一名 我們的公共檢查也是最後 我們的雨水下水道也是倒數第一啦 我不希望說我們在議會講的 而回到地方上的落差是這麼大 副市長可以嗎 我想我們可以檢討啦 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失業率要下降 老百姓真的要有工作 也許啦 尤其我們 我們今年真的看到這一本 我們真的會覺得說 我們的縣府團隊 有些都是 有些都是留任的 新的 我真的希望拿來好好的檢討一下 不管各部門的痛失啊 明年做一個修正跟改進好不好 對 好我下面的時間給蘇翠玲議員 好謝謝 那個副市長 對不起我先請教一下那個處長 那個處長我們看到你的報告裡頭 你針對財務的狀況 桃園市政府 特別是行政院主計處呢 他有一個對於地方政府編列 預算編列以及執行的 預警項目表 他行政院主計處 針對各個地方政府 都有這樣的一個 預警項目表 然後這個裡頭呢 又認定 在我們桃園市政府 必須要提出 預警的社會福利支出 總共有八項 對不對 然後這個八項 一個是重陽敬老禮金 一個是老人免費假牙 還有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 還有三節敬老金 老人的健保補助 育兒津貼 生育津貼 農民的健保補助 這總共八項 然後你們合計 統計出來的金額是57億7千萬 那在這裡頭呢 你們也特別提到 幾副或者是補貼的項目 超過法定標準的有兩項 超過中央一致性標準的有三項 然後自辦的福利措施超過五千萬的 也有三項 這個都是你們提出來的 而且是行政院主計處 特別要提出的預警項目 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個行政院對於各個縣市政府的相關的福利措施 他們都有做一個考核 那他考核的這些部分是他考核結果 他認為說有一些是超過標準的 他會對於他在撥負這個統籌分配稅款的部分 他會可以扣款 那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要用預警 然後為什麼要控管 然後為什麼要考核 他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他不希望說各個縣市政府 對於這些社會福利的部分 有一些浮爛的情形 所以說他會對於各個縣市政府 對於你的福利措施的部分 他會做以考核 我再請教 那超過中央一致性標準的有三項 是哪三項 他超過法定標準的是 老人及身障者免費乘車 還有一個是 農民健康保險補助 農民致富額保惠30%的補助 那超過中央標準的部分是 老人免費補助活動甲牙 及中低收任老人裝置活動甲牙的補助 還有一個是 老人參加全民健保支付額補助 那另外一個是育兒津貼 那置辦福利超過5000萬的部分 是重陽敬老乙金 還有老年市民獎勵金 另外一個是生育津貼 那剛剛老年市民獎勵金 它是三節獎勵金 三節獎勵金 好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說提出預警 然後又沒有 我們又沒有把它做一個 這個修正的話 那是不是會意味著 就第一個 我們的福利措施 這麼高 可能會讓我們的 整個的財政狀況 如果在稅入 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會導致 我們的這個 這個借債的可能性 會越來越高 是這樣子嗎 那第二個是 剛剛你提到 因為它有考核 所以如果我們超過中央的 一致性標準太多 那它會對於我們中央的補助款 會做一些考核跟限縮 是嗎 它會扣減補助款 扣減補助款 也就是說我們來自於 上級的補助會變少 是不是 好 那第三個 是不是又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 超過中央一致性標準很多 會不會造成一個磁吸效應 然後會造成很多 因為我們超過中央一致性標準 也就是說其他縣市沒有這樣的福利 所以會不會造成很多的 其他外縣市原來不住在桃園的 然後把戶口簽到桃園來呢 是 也會有這種情形 是 好 所以 謝謝副市長 你知道這就 這就合理化了一些狀況 為什麼 當時 吳智陽 他在一直想要衝高那個人口數 希望能趕快達到這個 這個直轄市的標準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直衝不高 那個時候平均啊 大概從民國 大概99年開始 一直想辦法叫什麼 公務人員也要簽戶籍 誰也要簽戶籍 簽到最後啊 大概 從民國99年開始 一直到100 100年101年啊 他的這個人口成長率啊 每一個月 包括每年的平均成長率 大概也只有千分之二 到千分之八 最高只有到千分之八 可是我們後來看啊 我們現在看 自從桃園市政府 開辦了這個育兒津貼 生育津貼以後啊 現在我們的 從104年1月開始 每個月 相對於105年 每一個月 他的人口成長率 是千分之十九 到千分之二十三 成長多少倍 千分之二十的這個比例的話 成長了十倍 我們的人口移入 從外縣市移入到桃園的成長率 十倍左右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這可能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六度的失業率會 我們是失業率最高 你知道嗎 那今天你怎麼管控 你怎麼管控 好謝謝蘇議員 接下來我們寫那個 有五合議員 放開想議員 李光達議員 三位共用十五分鐘 請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 這個審記長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有提到所謂的 部分福利措施超補助超過中央 一致性標準的部分 在法律上事實上 跟政治上其實有探究的必要 所以我還是做這個發言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一個國家裡面的事項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會有法律保留的原則的適用 這個其實是看狀況 刑罰的部分或者是行政法的部分 這個是必須要去做法律保留 這個應該不會有爭議 可是有關社會福利措施的部分 因為他並不是對人民的權益 做一個侵害性的處分 所以這個部分原則上 原則上我相信審記 這個處長也知道 我們是採用所謂的重要性的理論 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福利的支出 是有重要性的 他是相當的數額以上的支出 才會來採取所謂的法律保留 那麼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就教於處長 因為在這裡你所說的 我們的部分的福利措施 是補助是超過中央一致性的標準 我請問一下 是什麼樣的中央一致性的標準 做出了一個上限的規定 以至於這樣的一個福利措施 變成了違反法律的規定 而落入的審計處 應該要予以糾正 予以發言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問題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 還是一個法律問題 我們要先去救命 假如他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那麼審計處在這個地方去做發言的話 他這個分紀就預約了 假如他是一個法律上的規定的話 OK 那麼這基本上就是審計處基於法律 應該要進的職權 那這個部分請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跟一座報告 有關於這個非法定社府 剛剛我們講的這預警的八項 這個是行政院主計總處 對各個地方的縣市政府的考核 所以說他們的標準是什麼 這是行政院主計總處他們定的 並不是我審計處所去定的這項項 那我現在跟你問一下 他所謂這個標準 已經是在法律的層次 還是內部的行政規則 聽你這樣講起來 他應該是一個行政規則對不對 他不是一個法律的規定 他法律的規定的話 他法律依據在哪裡 請說明 這個不是一個當然 像玉座所陳述的 並不是一個法律的規定 這個是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有一個財政健全法 所以他是基於所謂的行政倫理的必要 而去做的行政規則 那麼在這個地方我就必須要提醒 因為我剛剛講 社會福利的支出到底什麼是必要的 例如說在我們市長的判斷裡面 他認為所謂的生育的補助 或者是生育的這個津貼 或者是青年的相關這些補助是重要的 這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假如你用中央層次的行政規則 也就是所謂的基於政治倫理的必要 所做的這個規定 來去對他所做發言 來去做他做規範 甚至有所這個張否的時候 這個就是所謂的預約的政治的權限啊 我現在要釐清的就是這個問題啊 我跟玉座在報告 我們現在在提出來 關你這個這些社會福利措施 因為是中央對地方的考評 我們必須要把它揭露 揭露以後 這個部分 我們只是做一個預警性前瞻性的意見 這並不是說你已經違反相關的規定 那至於市長 當然他是有這個 對於施政的承辦 他要負完全的責任 那審計機關當然是提出了 中央有對這相關的海平一些意見 那我瞭解齁 處長我相信你是基於執行中央的一個行政規則 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作為 可是我提醒你一點 例如說在我們的整個報告 最後面這裡面所講的 允於量入為初 這個在我來看就是一種判斷性的 做一個好物的這個判斷 假如照你剛剛所講的話 我們只是執行的中央的行政的這個規則的話 他比較適宜的文字是說 前述之初與中央一致性標準上有未符 請自行考量或者像這樣的文字 而不是說去一個張否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判斷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配我們的財政性的資源 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這是一個首長的 說要不然我行政權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到底要不要蓋這條馬路 我到底要不要對某些人去做比較多的這個福利支出 假如這個東西中央還可以透過中央的行政規則 去予以判斷 予以這個認為是一個法律上的事項的話 政治跟法律分界會變成非常的模糊 那麼我相信處長是基於善意去做出 基於善意以及對行政規則的了解去做出這樣的一個講法 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要非常謹慎 要不然的話我們審計部 我們審計處原則上我是基於法律做判斷 會變成基於政治做判斷 那麼政治跟法律之間的分跡就會變成非常的模糊 我認為這個在憲政的實施上是非常不好的這個例子 請處長就這個部分在家斟酌謝謝 好主席副市長 各位局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在這邊 我們在市議會裡面 我們有這個審查權 那裡面有並行權 最重要我們一位同學大家都很關心 在這一次我們審計的一些建議案 包括報告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說副市長 我希望我們市政府團隊要有所作為 在市政府裡面的公務人員 你們在做的都是臨時人員 我們是約故人員 所以說我們在崗位上該做的時候我們要做好 在你職責上你們該如何去做要把它做好 這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團隊 要堅強起來 要硬起來 那我在這邊 針對於我們大園客運園區 污水下水道 我們大園客運園區這邊 我們這個審計這邊 有一個糾正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客運園區的部分現在情況怎麼樣 請說明好不好 客運園區因為過去歷史上 交通部做完以後 希望我們地方政府來接辦 但是他的維護經費又沒有變下來 所以變成一個三不管地帶 結果使得公共設施 就是老舊秀是被人家偷的 那最近的協調結果就是說 我們必須重新面對 他老舊的東西要維修 包括路燈包括那個衛生管線 那監會好像從交通部 民団局這邊過來 細節部分是不是請公務局有在做 所以說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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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個文內 他有說我們這邊所有的面積 是一百九十七公頃 在九十四年內 就已經開闢完成了 對 那他重點在這邊 他政治完成 到現在已經有十一年未營運 這十一年未營運 就是說 他中央跟地方 我們前朝的相關所 在沒有完成交接 被閒置十幾年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 銜接上的這個瑕疵在這邊 這我是舉例 我告訴你們 之前做不好 並不表示說我們不用負責任 之前做不好 我們要有義務責任把它承擔起來 那我現在請問你們 你現在中央爭取多少錢會回來 你們知道嗎 我印象中是8760萬 你計劃10萬 8750萬 8750萬 是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用心 把這個園區給它活化起來 那第二點在這邊 有一個特別的基金收入 在航空噪音防治裡面 我們的實際金額是五億五千六百三十二萬七千兩百三十一元 那麼它叫預算數八億三千四百一十二萬六千元 減少百分之三十三點三 它的主要原因在哪邊 噪音防治的部分 可以做報告一下 後面的站起來 因為我們有編的這個回饋 就是由公所這邊來發報 那公所在發報的過程當中 那有一些作業 他需要一些時間 那沒有達成他原來預定的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回饋金是保留了 那我們也是希望公所能夠加速來規劃的進行 讓這個工程可以來發報 然後讓這個市民可以享受到這樣的回饋 最主要就是他22號公務他的最佳預算 為什麼會最佳預算 幫我查清楚 再過來就是說 區公所的行政大樓興建落後 那為什麼會落後 這個都要把它查清楚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們審計處長 審計處處長 謝謝 我剛剛我想 范議員也請你釐清 你是根據行政院行政總署 他頒定的規則 他請你釐清是法律規定 還是行政規則 我們都統稱法規好了 來審核我們各局處的一個決算 所以提出這個一些 一些比較不妥適的地方來做一個報告 謝謝你的執政 你請坐 那個歐局長 市長說的 我在這裡引述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桃園市 工商大市 我們每年 中央統籌分配稅 我們上繳了 一千六百多億 我們分配的只有六百多億 也就是說 繳三塊 分一塊而已 這樣對不對 我們講的上繳的這個部分 就是包括在我們市境內 所有所收到的 不管是國稅或者是地方稅 整個的收入是一千六百多億 那真正的回到我們這邊 這個就包括了我們從 稅客收入的分層 然後還有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還有一般性補助 跟計畫型的補助 這個整個給我們的 這樣子一個總經費來算的話 是這樣子的數字 大致上是這樣沒有錯 我想桃園 特殊性 就是工商的發展 非常的蓬勃 周圍的產業鏈 也非常的一個拒全 所以 國發會 也 把我們桃園 當作一個 台灣 未來經濟轉型 發展的一個櫥窗 刻在進行這個 所謂的GDP 這個保益的一個之戰 我想要發展經濟 要發展經濟 要發展經濟 一方面要打壓產業 我想這是非常的背禮 那個局長你請坐 那個都發局盧局長 今天有議員挑起到 這個所謂的違建的 A3 A4的查核 我請問一下 104年 違章拆除的決算多少 決算率 執行率 因為我還沒有這個 因為你剛就職 我想 如果說今年 你今年要編多少 今年預算還在審查調整 好 假設 我們去年一千五百萬 如果編了三千萬 提出來 又被刪了 你的心情會如何 最好是維持一個 穩定編列的狀況 我們提出來都是 因為 據這樣聽起來 好像違建A3 A4 非常的嚴重 我想過去怎麼樣 劍數 六百多劍也好 三百多劍比六十四劍 A3 A4 我想應該是我們的 新市府 有做一個積極的查核 區公所 積極的一個查報 是不是 我想這應該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說才會凸顯出 為什麼我們的數字是 增加沒有減少 並不是你 我們不執行 不作為 是我們的查查做得更落實 是不是 我想舉報這個違建 每個市民都有權利 不必刻意賦予里長 特別的一個這樣一個權利 反而個人認為說 在這個 所謂的違建的一個宣導 因為我們有一個住宅發展處 一個住宅 還有建築管理處 住宅發展處在補助我們的公寓大廈 我們的公寓大廈的一個修善 還有一個老齡 就是年久失修 民國六十幾年代蓋的所謂的公寓 公寓的部分的一個電梯補助 甚至高達一千萬以上 我想表示說 我們桃園市有很多的住宅 有一些會漏水 漏水 我當然也知道說 我們局裡面有頒布 有頒布這個漏水的一個公寓 它的一個規範 大概蓋多高 這個蠻務實的 但是宣導 與其叫里長去 來舉發這個違建 不如來好好的宣導 透過里長來宣導 讓李明知道 這個違建 不是漏水的改善的部分 我們市府 我們的是有規範的 是有規範的 是可以去做的 另外 我剛剛講說 現在 我們的經濟環境改變 我們的 從農人口老化 青年從農又不髒 我們的農機補助又杯水車薪 國父當年在上書李鴻章書 接租四大 四大救國綱領 其中兩項 我們講 兩項 物能盡其用 地能盡其欲 我們講 也就是說 農業 主席再給我三分鐘 好不好 好 也就是說 我們在 這個農業的閒置 我們要追求產業的發展 要多聽產業的聲音 最近 整個台灣 氛圍不是很好 勞資雙方 你沒有就業 一定是 沒有產業 絕對是沒有就業 我們在鼓勵創業 鼓勵 擴張 內需的擴張 鼓勵 內需的投資 企業家 企業主 想投資 沒有土地 還有很多 我們規劃很多願景 包括我們的航空城 我們以後的大 矽谷計畫 但是現在 產業想要發展的 就是說 我需要一個廠房 我想 在安全無語之下 我們當然完全尊重法 法律 但是 土法不足以置行 那個 局長 你認為現在的法律 適不適合我們 桃園整個一個 產業結構的一個發展 尤其在違建的一個查查部分 當然A1 新建中的話 我們沒有話講 但是有一些 是不是還有彈性 調整的空間 謝謝 維江樹的產生 當然是 這個 很多都是因為產業虛地 那麼工業區的不足 或者是昂貴 那到處都是做 在農地產的違規使用 這個很多 量很多 那現在我所知道 中央也有一個 這個工業區的活化 可能透過容積 那我們地方 這個進化局 也是在做幾個 閒置的這個工業區的活化計畫 也都有 那工廠輔導的辦法 工廠輔導管理辦法 看來中央也有想要再演 據我所知道 工業局 因為那天呂副局長 有下來桃園 就在我們議會的會議 是 對這一塊 聽取產業的聲音之後 他會做一個檢討 我也希望說 我們桃園 這個工商大事 特別會遇到 面臨這樣的問題 層出不窮 我想 所有的議員都 面臨到 一下又來查查 又來開單了 好像跟 我們民間 跟我們產業 來搶錢 我想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一個辦法 來取得一個平衡 今天我們新市府被基為說 怎麼樣 成長了多少 光說不戀 來做一個基品 等級 深不以為然 我認為要從根本來做起 讓有這個 我們的產業 還有我們的一個標準 能夠讓大家 我們的老闆也好 我們的市民 能夠清楚的認知 我當然不鼓勵違建 但是就是說 在充分利用 因為我們要創造稅收 中央 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 區域立委 我們市政府 都已經積極在 爭取所謂的 水務局也好 各局處也好的一個 地方建設的一個 補助 我想我們的自酬財源 也就是說 產業在地方產業的發展 我們來 科他的稅 他有 營業 有稅入 我想我們地方的 財政才能夠更趨於 健全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副市長 整個事務團隊 來重視 我們整個 這個桃園市 這個 投資大環境 還有所謂老舊住宅 這個部分 彈性的一個空間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你的建議非常務實 我們必須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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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先 處長 不好意思 在這邊 其實 我覺得 我簡短說一下 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出這份報告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 我都有看到 你上面都會寫說 我們上面會寫說 審核的結果 審核結果 有哪些什麼不妥不妥的地方 對不對 那這個結果的部分 審核的部分 提出這個結果 應該是我們處理的主觀判斷 應該是 應該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一致的SOP的程序嗎 不一定嗎 因為是看各個縣市政府的狀況來做評定 依照缺失的不同 我們會提出一些相關的意見 可是這些意見 應該都是在充分的溝通底下 我們才把它納到我們的總決算審的報告裡面 對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 老實講 我覺得你看了這本後 我覺得說這一本真的非常的 我覺得 提供我們所有在座的議員都非常好的意見 我們直接看結果 大概就知道各個局處 有哪些做不好的地方嗎 我們撇開就是說 一些剛才很多議員有討論 直取定的問題 甚至說一些 什麼福利政策 或什麼 那個可能 昨天也有討論過 可能是未來性的問題 會不會破產 那個我們先撇開不論 但是就結果論而言 是現在的狀況 我們可能各局處 都有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 對不對 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我們決算部分 我們應該是進行 我會覺得 就是來討論那個結果 然後如果我們各局處 台灣市政府有做不好的地方 然後努力來改進 這個應該是比較有意義 對不對 對 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好 那我大概知道 我們的決算了這樣子 好 那市長請坐 那接下來我就可能 我們針對說我們各局處的部分 人都在提出一些想法 因為其實上面這整整整一本 很多 我看了以後 發覺我們真的是很多地方 可能要來努力來改進的地方 首先是說我先請那個 我們環保局的部分 謝謝 環保局其實報告上有提到啊 我們有一些設施 有空間閒置 對不對 然後你們也有回覆說 會來努力來改善 那這個也有實際的做法 也有規劃 因為其實上面有寫 你們會盡量來引進 對不對 那個是文化廠的回饋設施 那因為新建在內定國小說 我們希望就是優先使用 讓這個學校的師生可以來使用 過去一直都往這個方向來規劃 當然我們也開放給這個區域裡面 受影響的裏民 他們可以免會來使用這個游泳池的設施 那我們現在也結合市民卡的部分 就是說使用市民卡的時候 雖然你不是這個區域的 可是我們桃園的市民 使用市民卡 我們也可以有享受打折 我們希望來推廣這樣的設施 讓市民可以來使用 沒錯 這樣當然是想法 這樣就覺得是沒錯 但是做法 我們就是覺得說 我們市政府要做出來 不要說我們明年度處長 又提出又一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市政府 各局處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 如果說我覺得說處長 如果未來啦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整理說 不好意思 我們也可以處理說 如果說幾年不改善的 是否也可以給我們 如果說這樣事情一直都存在的話 那就真的是我們桃園市政府的問題 跟一座報告 我們在每一篇的 每個單位的部分的報告裡面 如果說我們今年都有提出意見 夏年都沒有改善的 我們一樣會把它列表列出來 就是未改善的部分 所以都會在後面的列表列出來嗎 是 全部會揭露 OK OK 全部都會揭露 好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 我們這個我們市政府 除了各位局處長 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要來改善的地方 不要被我們審計單位一直列出來說 一直沒有改善 然後每次都回覆說都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做不好 好 我們當然市政府的局處就要來改善了 這個部分 好 局長請坐 局長請坐 那這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我再問一下 那個 我們那個水務局 劉局長 局長 其實大家都有 上面也提到一個 我們就是有關物學道下水道工程建設的部分 上面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成效不夠好 但是我們知道說現在市長也要極力來做這個部分 對不對 這個進度我相信說 我們今年明年來做以後 這個缺失應該可以逐步來改善 應該可以 對 我們應該會全力來做這個 下一次的一些報告應該 就不會再看到這些東西了對不對 應該會沒有 那相對的還有我們那個老街西整治的部分 老街西整治 我相信它這上面也有寫到 就是一些河川治理的部分 老街西整治的部分 市長也有提到說 我們要整治到平鎮 然後薄公檀 整治到薄公檀的部分 然後那個公園的部分也要來做 對不對 這個部分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還沒有進到工作報告 但是我還是想問說 我們明年度的預算 明年度會來做這件事情嗎 會來開始來做嗎 所以我們在明年度有編兩年的這個預算 然後會在兩年內把它這個完成 那這個完成以後 那相關的這個缺失都可以來 還有環境的營造都可以一併來做改善 好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編預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執行率不佳 就是土地取得的問題 因為昨天我也跟處長有討論過 那處長的想法是說 我們本來規劃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要來做這個政策 因為覺得是可行 才要開始來編預算 然後開始來做徵收土地 然後開始做建設 程序是這樣子嘛 但是我們現在舉例市政府的狀態 應該是可能是 我們預算 有這個想法了 然後開始分年度來編預算 分年度編預算了以後 然後等到 當預算都湊足的時候 開始在執行的時候 發覺保留會很多 所以這次會造成我們目前 執行率不高 我們很多局處可能執行率不高 會有這張問題產生 我覺得說這個我們也可以帶回去檢討 看怎麼樣讓這個執行率不高 預算執行率不高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來各局處來 好好檢討一下 這個部分好不好 那好 局長你做 你做你做 那那個老街西的部分後 後續我會在工作報告時候 再詢問一下 那接下來我想問那個 體育局 夏局長 嘿 夏局長 其實這幾天 你應該 大家都關心你那個執行率的問題 也問了很多次了 那其實也都是 土地徵收款的問題 我覺得 因為光是陽梅園區的這個 體育園區一徵收就十幾億 那這個我相信到明年度的部分 這個確實應該還會在 會嗎 應該是不會 明年度就可以執行完 對 陽梅體育元期的話 是這樣子 我們是分期分段 來做一個處理 徵收 那 103年 有編了五億 104年 有七億 那執行是 一百 僅一百二十九萬 但是 那我們在 那我們在 一百零六年度 又變得一億多 那 我們在 今年的十一月 會協議架構 這個 第一期的這個土地 那如果協議架構不成的話 我們會在 明年的時候 再做一個 土地徵收的一個動作 那總計那個土地 不管是協議架構或徵收的話 將近要13億 那這個動作 其實市長是有決心的 包含三個體育園區 還有這個運動中心 我們是一定 持續的在做 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 嗯 報告 所以 我聽 這樣講說 我們年底會做 如果來不及 可能明年開始就徵收 那這樣子 我們一百零五年度的決算 也有可能 會列為缺失 假設 那一百零五年度的決算 比如說 像我們 今年是一百零四年度的決算 就是在這個保留款 那這十一億多的話 在明年度的話 包含土地 協議架構 跟土地徵收 這個就會把它用完了 嗯哼哼 所以原則上 有可能一百零五年 那局長 局長這個 謝謝一座 OKOK 好 那最後 我想要請一下那個 我們的 這個應該算是財政吧 財政局局長 不好意思 局長 我想問一下齁 其實 大家就是關心我們 桃園的財政稅收的問題齁 大家會care說 我們現在經濟狀況不好 主政稅 主政稅未來應該是會減少 但是房屋稅跟地價稅的稅金 應該不至於會減少 對不對 所以大家 審計處也給我們一個報告 就是說我們要量度為初 我們要考量未來的收入 然後來斟酌我們市政府的一些預算 對不對 那 我要提醒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看這個份報告裡面 看得出來有很多我們是欠稅大戶 我們沒有去追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覺得說 我看到你們也有回覆啦 成績什麼追追追小組 來做這個事情 我希望說 不要說 這真的要把成績做出來啦 好不好 我們欠稅的東西 那是欠稅大戶 欠國家錢的東西 我們本來就要把它追回來 這樣子我們所有納稅義務的人 才會有一個公平正義的這個方式 因為我看那個報告好像 欠稅的比率好像越來越高 沒有追回來的比率好像越來越高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師傅回去 我們來檢討一下 這個希望我們下一次不要再有這方面缺失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我們劉議員 請問這位議員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沒有 好 我們今天的議會 那個議案就到此結束 然後呢 我想那個請那個審計處這個部分呢 然後就對我們議員所發言的 還所建議的部分呢 能夠作為明年 編列在明年的那個 重要的議案裡面 議題好不好 好 今天 今天的審查 結束了 然後明天我們繼續在提報大會 將這兩天的審查 聯繫審查的議案 提報給大會 大會審議 我想就此上會 謝謝大家 好 你們 今天 兒子